南风刺骨是海上渔工所面临的工作环境 看到这么多冬衣可以免费挑选 刚结束远洋作业来台的菲律宾籍渔工 脸上满是感激 台湾是非常好 也爱菲律宾人员 可能我会回到这里再来 渔工工作的地方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冷的地方 他们在衣着上面其实他们有很大的需求 为让常年离乡背景的外籍渔工 在台湾的冬天甚至其他国家不受动 平安基金会发起冬衣募集 许多民众也自愿来做整理 像从德国来的Angela就不愿错失这个机会 希望可以帮助他们 然后关心他们关怀他们 也很开心可以做这些事情也 就是觉得从小事上开始吧 二手冬衣整理好 志工还会亲自送到远洋渔船上 这小小的送衣动作 让高雄前镇渔港 有了台湾满满的人情味 大家喜欢学历林道明 高雄报道